和眉心真正有矛盾的人 是笑容 误陷谎言 总成是你第一 眉心第二 但是她却得到了保验资格 她就是想挑起我和眉心之间的矛盾 不同的说辞真假难辨 其实咖啡的事根本就不算什么 只是命令她借题发挥吧 极度抱负 这不就是我的鼠标吗 你还想比赖什么 想想保验资格吧 现在你还有翻盘的机会 所以按照你的说法 至少有三个小时 你们不在一起 他们的心沉沦黑暗 他死了 现在你们俩 只有证明对方是凶手在和下了 静静期待《方云剧阵》 四季青春预言剧 仲夏的晚风第三集 妈 女儿不孝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根据现场的调查结果来看 你女儿是自杀的 我们没有找到雷书 你们知道信息是怎么回事的 对 你们是一个气势的 你们一定知道 能跟警察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 我们也想知道真相 发生这种事我们也很难过 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一些怪事 这事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不用自己吓唬自己 你女儿的死 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再敢影响我的生活 你就看了 你应该说出真心 换人性的功能 有些话 乱在心里对我们都好 过去就算对去了 我想亲你们一个 进去吧 我们应该是被人抓起来了 可能是因为没心 别紧张 谁 没心的死 你们隐瞒了一些事 把你知道的输出 你们就把它当成为一个游戏吗 跟我比他配吗 可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得到 想想保员资格吧 他抢走了本来属于我的机会 他抢走了本来属于我的机会 小柔就是想借莉莉之手对付我 但在我心里 他一直都是我的朋友 你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可能影响到你们的命 那 妈 能让女儿用这种方式跟您道别 你听那边 莉莉 坐 别紧张 就能跟自己家一样 啊 小柔 莉莉 莉莉 朗柳咋在这儿 过去就算过去了 所以 我想敬你们一杯 哎 哎 哎 莉莉 莉莉 你是谁 你拼什么招我们 我要找到那个害死雷星的凶手 我会让他给雷星陪走 这张照片 好像是刚入学的时候照的 我帮你吧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 谢谢 小柔就是这样一个人 她从一开始就格格不入 我在寝室 基本上只和雷星有换了 我们俩 跟莉莉和冷铃 互适一步 哎 那个是我们学校校草 人长得帅 学习又好 科学你好 能帮忙拍照照吗 没关系 莉莉总觉得雷星是在跟她抢究好 但实际上 周浩喜欢的一直都是雷星 咱们和莉莉 在校园各种大赛 学院内部选拔中 零点神保 班长 雷星唱歌也很好听 是吗 那雷星你也来试试吧 到头来还是参加了呀 毕竟是个出风头的机会 谁不想参加呢 你的参赛曲目 应该需要个伴奏 我给你伴奏一团团 不喜欢周浩了 你不是不知道吧 周浩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你说什么 如果莉莉能赢得这次比赛的话 说不定结果还不会那么糟 下一个出场的是中文系的雷星 他所演唱的歌曲是《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 我在梦念我月醒过来 我想我等我期待 未来却不能迎天安排 未来却不能迎天安排 热热管风 谢谢大家 但结果 却是最糟的那一招 获得本资效应歌手大赛冠军的是 中文系 眉心 大家用热热的掌声 祝贺他 谢谢人 莫兴和梦里 因为这件事闹得不愉快不迷 但是这件事 真正触及到利益的人 是小柔 我的确没想到 这次歌手大赛 会影响最后宝言的方向 也影响了 我和梅琴之间的关系 小柔 一个人啊 梅琴呢 我忘了 保安名单刚公布 你们俩现在确实有点尴尬 这份成绩单是我一个学妹给我的 总成绩你第一 梅琴第二 但是她却得到了保安资格 要是换了我可接受不了 请进 是小柔啊 有什么事吗 有件事我想问你 你说吧 我的总成绩比梅琴高了两分 为什么保安资格去给了她 成绩都是保密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的美门成绩 我都有记录 你的成绩的确还第一 但是梅琴参加校园歌手大赛 在市里都取得了名字 按照规定 可以在保安成绩总分里加五分 我承认 我跟梅琴闹得不愉快 是因为这次的歌手大赛 还有周浩 但我仔细想想 这件事情背后一直有人在使坏 小柔 小柔 莉莉是个心荣心极强的人 她做任何事情都要比别人高一套 她和梅琴的矛盾 只是小女生欧气扒 和梅琴真正有矛盾的人 是小柔 一开始 就是她鼓励梅琴参加歌手比赛 又是她告诉我 梅琴和周浩在一起排练 她就是想挑起我和梅琴之间的矛盾 她和梅琴表面上关系很好 但其实她们才是保安路上 真正的竞争对手 鼓励梅琴参赛也好 把矛盾影像莉莉也好 都是想让梅琴分心 这才是她真正的目的 我确实恨过梅琴 因为她抢走了 本来属于我的机会 但在我心里 她一直都是我的朋友 优优独播 客手大赛之后 莉莉对眉心一直怀恨在心 其实咖啡的事根本就不算什么 只是莉莉她借题发挥罢了 眉心 给你 走了 你今天耳房真好 好 我先搬上个厕所 我今天还做了电器呢 你想干什么 对 对不起 你没事吧 莉莉本来就有专横跋扈的人 咱们不跟她一般见识 一会儿咱们去找辅导员 不要 那样事情就闹大了 那你心里得多憋屈啊 我已经很注意地不去招惹她了 刚才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好 这里没人 委屈就哭出来吧 只不过是咖啡撒在身上罢了 至于那种方式羞辱人 更何况 莉莉也不是故意的 我记得那次 没心把咖啡泼在我身上 如果她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会那么生气 又买新衣服了 怎么样 你看我新衣服好看吗 你天生衣服架子 穿什么都好看 就是 你这个 不太像你平时风格呀 其实这件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好 你真要在这儿等她呀 我已经跟她室友打听过了 只要每天早上没客 她都会来这儿吃 能让莉莉这么上心的人 可真不多呀 她来了 行 那我先走了 记得帮我摘个座 这么巧啊 对啊 你也来吃早饭吗 咱们一块 好吧 好 你平时早上都要点的 那个是什么呀 挺好吃的 我们去组织馆这本书 你今天的耳光真好看啊 我今天还给你 我先上厕所 我先上厕所 对不起 你想干什么 你 我承认 大人是我不对 但我也道歉了呀 当时我和周豪在学校里走的时候 梅兴手上还什么都没有 到教室了 手上就多了一杯咖啡了 怎么看都是故意的吧 这件事看上去是 莉莉和梅兴之间的矛盾 但其实是小柔在背后推波主栏 听说中文系的梅兴代表 学校参加市里的比赛 也拿了每次 到时候保研还有加分呢 那肯定了 人家本来学习就好了 保研肯定是会好 现在保研的进展压力这么大 你帮我带了咖啡 梅兴 我今天还见我自己的 你想干什么 对不起啊 怎么会那么巧 莉莉和眉心就撞到了一起 如果不是小柔在背后推了眉心 这件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 小柔就是想借莉莉之手对付眉心 原因已经很明显了吧 现在大概第四个准备 我说了呀 之前打了眉心是我不对 所以我想通过生日 缓和跟她的关系 结果呢 是我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同学们 跟你们说个事 这周六呢是我的生日 我在学校附近订了个烘扒馆 你们要是都有空的话 一定要记得来玩 而且可以带家属 好 美希 周六我生日你也一起来吧 周六我要回去帮我妈 打理电影的事情 往回去一天没关系的吧 之前的事情 是有我做的不对的地方 希望能借生日这次机会 和好如初 如果我有时间 回去的 我等你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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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来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对不起啊 我们来晚了 对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男朋友周豪 我们一起祝你生日快乐 如果说当时周豪真的不喜欢我 喜欢的是梅姓 那我也承认了 但是也没有必要要舞扬威的 在生日party的时候宣誓主权吧 莉莉打了梅姓一巴掌后 不仅没有悔改 反而变本加厉 她孤立梅姓 已经不是秘密了 莉莉 周末有多少人去参加你生日 几乎全班都会去呢 我发的具体消息 你们都收到了吧 收到了 小如你呢 我发的事 所以是要莉莉 秦莉 尽管我发现了 这是你 要一个人 一个人 的事 没关系 反正我也不喜欢热闹 要不然我也不去了 省得你又一个人 别呀 要求你了你就去嘛 莉莉不喜欢我的事情 已经是明摆着了 你没有必要跟她闹僵的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真没关系啦 晚一点的时候会去自习室 你可以过来找我 来 梅芯 好久不见 梅芯 这周六你要干什么 我去图书馆 那我能约你吗 干什么 想带你去个地方 先卖到关子 反正不会把你卖了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别走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参加一个 我不说欢迎你的派对 我想让你相信我 相信我做的事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没邀请你来吧 但是你叫我了呀 那要怎样 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说可以带自己的另一半来 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对了 这是我和梅兴送你的生日礼物 生日快乐 你也给我滚出去 穗 bare 你说你怎么拿的 没什么事啊 怎么 Ads at me 怎么回事啊 没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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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没事啊 叶希 你没事吧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就是气不过 只见丽丽当时全系同学面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告诉你又能怎样 什么都不能改变 我能改变 我今天这样做 就是要告诉丽丽 告诉所有人 谁也不能让你受委屈 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丽丽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邀请大家的 当然也包括梅兴 是梅兴她自己不想去 也情有可原 他们俩之间相处得并不愉快 但其实生日宴会上 这件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 都是因为龚小柔 别有用心地 又一次挑起了矛盾 丽丽周六生日会 你也被邀请了吧 丽丽叫了全系同学 唯独没有叫梅兴 我知道他们关系不好 但没想到到了这个地步 有件事 我不知道梅兴有没有告诉你 但是我觉得你得知道 曾经丽丽当着全系同学的面 删了梅兴一巴掌 只是因为不小心把咖啡 撒在她身上了 你说什么 这也真的吗 这种事情我有必要骗你吗 你知不知道梅兴 为什么一直不敢接受你的感情 是因为丽丽一直对你不死心 也因为喜欢你一直为难梅兴 以梅兴的性格 她可能不会告诉你 但她不说 不代表她不委屈 所以 你觉不觉得你应该做点什么 表面上小柔对梅兴最好 但其实是小柔把梅兴一步一步 推向深渊 现在 打开最后一个场地 说鼠标这件事 这一次 我跟梅兴破裂了不假 但偷东西是犯法的呀 没有跟主后乱说吗 我还好几片落为要部 真是烦死 我电脑呢 你不用放到柜子里头 快找找啊 可是我记得我没放在柜子里过呀 我们请是不会出贼了吧 这是谁电脑呀 这是我自己新卖的 你哪来的钱买电脑呀 你什么意思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 我电脑刚不见你就有钱买电脑了啊 傻子都看得出来是怎么回事 谁拿你电脑一找谁去 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 平时我就忍着你了 这种事情你别想往我身上泼脏水 大家快来看啊 我们请是出贼了 你把全楼都人喊来 我都不怕 莉莉对眉心的痛恨 使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找眉心的麻烦 在这件事情上 眉心完全是清白的 这 这还挺好看的 嗯 太贵了 这个也挺好看的 很便宜 这个 这个不错 你怎么突然想起买电脑了 其实我早就想买了 只是不想问家里人要 我妈她一个人开店 本来就挺不容易的 我不想再给她增加负担了 所以我就把生活费攒了下来 再加上奖学金 现在终于攒够可以买个电脑了 有了电脑啊 查资料也方便一点 真羡慕你 你羡慕我什么呀 我们俩缴学金一样 你也可以呀 可是 你也知道 我妈身体不好 医药费 住院费 都不是一笔小数目 对不起啊 没关系 没事 你等我买了电脑之后 我们俩可以一起用 好 喂 好 我知道了 我的电脑到了 我先去拿电脑 麻烦先回请示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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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mm indistinct 因为周豪的事情 就是 你依而再再而三地诬陷我 可是丢电脑这么严重的事情 你怎么就这么随便地诬陷别人呢 我说了百分之百就是你偷的吗 你心是什么呀 没心是自己攒的生活费和奖学金买的电脑 现在有你说话的份吗 不是他偷的 就是你偷的 你怎么跟疯狗一样乱咬人 你说话给我小心一点 两个没爸的野丫头 也敢在这儿笑着 你说什么 我说你没爸 还有再说一次吗 丽丽简直就是在拿这件事情羞辱我和眉心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眉心这么生气 我只想说 我和眉心都是清白的 我承认 我对眉心的态度是不太好 但是 凡事都有凭有据的 没有跟酒和乱说话吗 大家都别吵了 莉莉的电脑丢了已经是事实 我们还是先查清真相吧 我看宿舍的门窗什么的都没有被破坏 寝室里的人确实都有嫌疑 不然我们先从寝室里找找看 我没问题 随便找 我也是 如果真的是寝室里的某个人偷的 该拿走的早都拿走了 我们还能找到什么 可是总比在这儿互相指责好吧 行 我找吧 行 我找吧 娜娜 不如你帮我们找找吧 就是每个人的柜子和钩 好 姐姐 这不就是我的鼠标吗 你还想抵赖什么 这不是我干的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在我这里 大姐 都人赃并获了 你就承认吧 你现在承认 说不定 我念在同学一场的情分上 还会放过你一马 要不然 我可就报警了 那你报警吧 就算你不报 我也会报的 同学们 你们可都看到了啊 人赃并获有些人 还想抵赖 那就别怪老不客气了 喂 我要报警 我的电脑丢了 我怀疑 是我室友偷的 这件事看上去是没心感的 但仔细想想 好像没那么简单 怎么会有人那么傻 偷了电脑 还把鼠标放到柜子里 更不用说 梅兴是个细心的人 就算电脑是他头的 他也不可能犯这种错误 所以我怀疑 是有人要陷害他 咱们班的梅兴和龚小柔 在全专业综合成绩排名前两名 梅兴获得了保验资格 大家恭喜他们 先恭喜 我知道 我一定尽快把钱补上 你们千万别把我妈的药停了 这两件事看着不起眼 但其实跟偷电脑 有着千丝万里的联系 首先 晓柔和眉心的成绩相差无几 但是保验资格却给了眉心 他们俩关系平时是不错 但是晓柔心里 就没有一丝愿而安 其次 晓柔的母亲还在住院 家里连住院费都给不起了 晓柔她一个穷学生能怎么办 这些还不算完 经过我们初步调查 已经基本排除了 校外人员作案的可能性 考虑到对寝室内部环境的熟悉程度 以及作案的便利程度 寝室内部作案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当然你们也不用紧张 今天要你们过来 只是了解一下情况 方便我们调查 你们只需要如实回答就可以了 你认为是眉心偷了你的电脑 理由是什么 我的鼠标是从她的柜子里搜出来的 这还不能证明吗 据我们了解 你在发现鼠标之前 已经认为是她干的 她突然就有钱买电脑了 正好是在我电脑丢的时候 这不奇怪吗 事发当天你做什么 和谁在一起 我跟小柔在一起 我跟莉莉在一起 有哪些时间段不在一起 一直在一起 上课 吃饭 然后做头发 都在一起 事发当天 管明一直和你在一起吗 这个我可以做着 一直跟我在一起 跟她没关系 事发当天你做什么 和谁在一起 我跟小柔在一起 上午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上的课 下午去图书馆借的书 到了晚上 我们一起去上的自习课 后来 我在网上订的电脑到了 我就去取电脑 取完之后我就回寝室了 那个时候 莉莉的电脑已经不见了 但是没有想到是被偷了 那你回寝室时间是几点 我离开自习室的时候 是九点半 取完电脑后的二十分钟 我就回寝室了 那其他人回寝室的时间呢 莉莉跟冷铃 是前后脚一起回寝室的 大概也就十点之前 小柔十点十五分左右 那你怎么解释 莉莉的鼠标 会在你的柜子里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她的鼠标 会在我的柜子里 事发当天 你在做什么 跟谁在一起 上课 吃饭 去图书馆 晚自习之前 都跟眉心在一块儿 你们是几点钟分开的 眉心去拿新电脑 就先回去了 大概七点钟 那你呢 大概十点半 所以按照你的说法 从眉心和你分开 到你回到寝室 至少有三个小时 你们不在一起 是 虽然学校没有查出 电脑是谁投的 但是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都会认为是眉心干的 学校也迫于舆论压力 取消了眉心的保验资格 这件事莉莉确实有责任 但小柔 才是那个真正伤害眉心的人 警方也没有调查出结果 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眉心的名声 完全被莉莉给毁了 龚小柔 你是否承认在警察 调查电脑实弃案的过程中 你做了伪证 有还是没有 可 可我本意不是这样的 是 是冷灵堂 你想干什么 明天警察会来调查取证 你打算怎么说 照实说 我昨天跟眉心搭了一整天 她九点多才去拿快递 所以不可能是眉心干的 我来帮你分析一下 眉心从自习室出来去取快递 说发室的人可以帮她证明 所以她没有做案时间 莉莉又可以为我证明 只有你有半个小时时间 是自己一个人待着 所以你觉得 谁最有嫌疑 更不用说 你妈妈还在住院 比谁都需要弄钱 不是我做的 我也不会去害眉心的 真以为你们姐妹情深啊 想想保员资格吧 总分你比她高 她却得到了机会 你就这么轻易地接受了 现在你还有翻盘的机会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刚刚警察在风发的时候 你为什么没有说 我们一起在上午自习 我们明年在自己吃 等了九点半才走呢 我 我太紧张了 我 没能表达清楚我的意思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能证明我们在一起 你就能帮我摆脱嫌疑 你为什么没有说实话 我 我 你为什么没有说实话 你怎么会来 你怎么会安抵的 走 Hardang 蜀好 电脑到底是不是他偷的 警察也没调查出来 反正你得跟所有人说事情是他根的 到辅导里来闹着换警示 谁知道真假的 我怎么听说 学校连他的保研资格都给取消了 事情闹了这么大 肯定是给学校抹黑了 我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谎言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是我对不起没心 是你对警察撒了火 没有证明没心的清白 依然对没心装置了 虎方师傅的伤害真有 我承认是我的错 我读研究上的是我一直在忏悔 是我抢走了本来不该 属于我的东西 可是无论我做什么 你都晚不会 当我又和他说一句对不起 小龙 他 他 他死了 你已经长了杀子没心的凶手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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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们出去了吧 你们以为龚小如死了自己就得救了 你们以为自己说的那些谎言可以蒙混过关吗 现在游戏规则改变 我还要杀死一个人给美心裂造 现在你们俩 只有证明对方是凶手才能抢下 如果我发现谁在说错 你 有信 妈 女儿不孝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根据现场的调查结果来看 你女儿是自杀 我们没有找到名书 你们知道信息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你们是一个亲事的你你一定知道 真的 能跟警察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 我们也想知道真相 发生这种事我们也很难过 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一些怪事 这事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不用自己吓唬自己 你女儿的死 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再敢影响我的生活 你不就 看 你应该说出真相 换眉心的工当 有些话 乱在心里 对我们都好 过去就像跪似了 我想敬你们一杯 敬我吧 我们应该是被人抓起来了 可能是因为眉心 别紧张 谁 眉心的死 你们隐瞒了一些事 把你知道的输出 你们就把它当成为这种游戏号 跟我比 她配吗 跟我比她配吗 可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得到 想想保员资格吧 她抢走了本来属于我的机会 小柔就是想借莉莉之手对付我一些 但在我心里 她一直都是我的朋友 你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可能影响到你们的命 这一切都是冷力一手安排的 解刀杀人 最多富人心 但是凭这些 她怎么可能去去自杀 还不都是厉厉干的好事 你昨晚对我说我做什么了 你这是强奸 我强奸也是你叫做的 进去 我不想死 这就你饶了我吧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